第272集 叶凡退出去十几步 可是巨猿依然是一片寂静 并没有任何反应 那个女子一动不动 不对 强大如她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不动透出呢 她心中充满不解 骨矿中 缘起汹涌 非常的祥和 没有一点杀气 更没有一丝杀机 这不像是太古生物 怎么与人类一般无二 叶凡心中惊讶 园中的女子 没有怪物的特征 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难道她被十几万年轻的大帝封死了 到了现在 叶凡早已没有恐惧 距离这块巨猿这么近 对方若是有知觉的话 无论如何也跑不了 如果对方无知无觉 那么很有可能是她的大机缘到了 这样大的一块圆 绝对价值连城 世间少见 叶凡停止后退 反而向前走去 来到进前仔细观察 彩雾涌动 元气四溢 巨大的圆块周围一片朦胧 她自语道 这不像是传说中的深渊 咔嚓一声 脚下踩到了一把骨刀 叶凡并不吃惊 而真正让她变色的是 在巨大的圆块旁边 那里趴伏着一个人形生物 你爷爷的 重大踩了 叶凡心中砰砰直跳 这绝对是太古生物 浑身遍布银色的鳞片 背负双翼 眉心生脚 长有六臂 这只生物鳞片遍体 荧光闪闪 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它身长能有两米多 肌肩骨胀 充满力感 叶凡尝出了一口气 它已经死了 它以石刀将它翻了过来 让其面部朝上 与人类容貌相仿 若是没有细鳞片的话 这个生物称得上 一个英俊的男子 此山中这种生物 绝非仅有一只 因为 据在它身判的无形恶念 就是这个样子 最起码还有一只活着 叶凡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石碑 压在银色生物的身下 将碎石拼到一起 只凑出 煽动者死 这四个字 其余不可变 它心生警照 这是人类的字迹 太古生物因此而死 它煽动了什么呢 是眼前的这块圆吗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六臂生物 的确是从圆块那里挣扎 后退回来的 最终死于非命 圆块可致命 圆气流动 此地一片祥和 叶凡站起身来 打亮眼前的巨大圆块 其高有两米 恐怕足有数千斤重 这块圆虽然采下分成 但确实不是神圆 只是纯度很高的一块宝圆 但这样的体积 绝对事所罕见 不对 我身上的石衣 在绽放一彩 接近圆块 它身上的甲皱等 皆不断闪烁 叶凡绕着圆块走了一圈 发现有不少裂痕 里面有星星点点的光滑 非常神秘 如一颗颗星辰 里面有神圆的碎块 叶凡将石刀举到尽前 其一下子绽放出锐彩 像是一口西式宝刀 没错 有人将圆 碎渣 封在了巨园中 他心中惊讶 认真打亮圆中的女子 他很安详 似陷入了永恒的沉睡中 叶凡叹了一口气 这应该是一具尸体 早已失去了生机 尽管栩栩如生 但也掩盖不住 生命离去的真相 女子非常美丽 碧月羞花 沉鱼落叶 可惜已成过去 岁月带走了一切 忽然 叶凡看到一块玉佩 同被封在园中 扮演罗群结 不注意很难看到 太古生物也喜欢这种浴室 他皱起了眉头 种种迹象表明 这很有可能是人类 突然 叶凡心中一灵 他在圆块中 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 那些星星点点的 神圆碎渣解 有树根红色的毛发 他机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红毛 在张家出祖消失的那个夜晚 血色大地上刮起了红毛旋风 莫名的生物嘶吼了一夜 久久不肯离去 伴随袁天师的那位幼童 被吓成痴呆 当时他看到出祖的一只手上 长满红毛 想到这些 叶凡打了个寒碳 在进入紫山内部时 看到那些强人留下的刻痕 属于女人的名字并不多 这难道十万年前 姚池圣女杨仪的尸体 叶凡没有妄动 后退了几步 在这个骨矿中仔细搜寻 想寻出一些线索 很快 他在矿壁上发现了一些字迹 张继夜祭拜 千年前 张家的那个仙人来过这里 叶凡心中一亮 他觉得 离袁天书似乎不远了 太古生物都死在这里 叶凡没有动这块园 他心中生出很多想法 袁天师的命运 想到这些 他觉得几倍生寒 我若是成为袁天师 晚年也会发生不祥吗 叶凡走出去很远 心中还盘绕着这样的阴影 魔性的召唤 时弱时强 叶凡自紫山内 潜进了一里有余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他看到一条断裂的石坠子 与他身上戴的那个一般无二 同一时间 叶凡周身光滑流动 石刀璀璨 星盘夺目 无声无息 一队人马从一个废矿中走了出来 整整齐齐 毫不凌乱 这是阴人阴马 冰冷森寒 像是从幽冥中走出的 这种东西居然形成了这么多 他们如幽灵一般 快速的围了上来 无声的将他包围 所有人都脸色惨白 没有血色 更没有生命波动 只有一股奇异的能量流动 自从懂得修行后 叶凡认真琢磨过所谓的鬼 觉得是人死后的场能补散 暂时形成 时间长了自然会消失 十几万年前 此地死了太多人 这种东西恐怕不会少 叶凡并不担心 他不怕这种东西 只要不是太古生物 一切都好说 哭的一声 他挥动尸道 围上来的阴人阴马快速破散 神缘的石皮果然天生刻鞋 突然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在这枯寂的紫山内 格外的射人心魄 任谁都要感觉机体冒凉气 不远处 如幽灵一般冲来一道影子 这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 穿着雪白的衣服 直取一夜帆而来 当了一声 女子一下子撞开了石刀 力道极大 她是 她吃惊地发现 女子的阴身很凝实 如实体一般 紫山中 怎么什么都有 这个女子 被紫山内的阴气滋润 成了一定的气候 吃的一声 叶凡从顶中取出一道五色火焰 弹了出去 瞬间让她惨叫 当场灰飞烟灭 她迈大步向前走 进入那座废矿中 刺骨的寒意涌来 这是一个冰角 到处都是减冰 张继烨前辈 你不会死在这里了吧 叶凡走进去不久后 多时头皮发麻 这座矿井连着阴脉 她在最深处看到 密密麻麻的阴人阴马 如如而动 没有骸骨 张继烨未死在这里 叶凡直接寄出顶 打出五色云叶 将所有阴人阴马 烧了个干净 这些阴物显然没有成气候 成行时间有限 但她心中却很不安 十几万年前 此地死了很多人 紫山深处 恐怕有成行多年的阴人 有了这样的联想 她感觉大事不妙 除了太古生物外 恐怕还会有一些 其他鬼物 叶凡又前进了一里有余 看到了一把破碎的石刀 还有粉碎的星盘 她心中叫苦 庄吉叶前辈 你胸围不高 怎么走出了这么远 突然 叶凡轮海中的青莲青颤 在她体内撑起了一片 青色的光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